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儿美食 很多人都不知道裤子上的这两根绳子原来这样系才正确 像这种的休闲运动裤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穿 无论春夏秋冬都特别的熟人喜欢 尤其是早上做运动,跑步的时候 穿起来非常的宽松舒适 面料摸起来也非常的柔软而且还带有弹性 比起一些西装裤和牛仔裤穿起来要舒服很多 我们不难发现,像这样的裤子一般都是松紧腰围,带有弹性 而且上面还带有一根绳子,贯穿整个腰围,左右一边一根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两根绳子,但是一直不知道这两根绳子有什么作用 记不记绳子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穿 除非当我们买到不合尺码的裤子的时候 那么这两根绳子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运动晨跑的时候 这两根绳子就会左右摇摆 对于有强迫感的人来说就非常的不舒适 并且很可能手就一不小心会搭在绳子上 稍微一用力就把绳子拉出裤腰了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不把它处理一下的话,绳子短一点的还好,绳子稍微长一点的,长长的掉在大腿的地方 而给人一种不稳重,不修蝙蝠的感觉 因此很多人都会选择把这两根绳子系起来 我们常见的打结方式有三种 一种是这样的双蝴蝶结 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女性 如果是男性朋友这样打起来的话,就感觉不太适合了 还有一种就是当蝴蝶结 当蝴蝶结击出来的绳子就没那么美观了 并且一根长一根短,非常的影响美观 对于大人还好,那么对于一些小朋友 在这样打单蝴蝶结的时候 稍微以用力就把绳子搭进去 把活结搭成了死结 这个时候如果正好是酷摇,尺寸不合适 那么如果我们把结搭成死结了 在我们想要去方便的时候,想要解开它 那么就非常的让人着急了 对于大人来说还好解决 对于上小学的小朋友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还有一种就是双手这样打蝴蝶结 打出来也是双蝴蝶结的样子 也是比较适合女性朋友 男性朋友用起来就比较奇怪了 并且像这样的双蝴蝶结 我们在跑步运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碰到绳子也特别容易拉开 拉开一根绳子,它就整个散开了 所以牢固性并不好 那么我们要怎样来打结 才可以让结打得又牢固 而且不容易掉 解开的时候又非常的方便 而且还没关大方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把两根绳子对齐 让两边的绳子长度一样长 再把裤子的腰围调整到和我们的腰围大小一样的尺寸 如果大小刚刚好的话 我们就把裤腰拉直就可以 接着分别在绳子的两端都打上一个活结 打结的时候不要拉死 留下一个这种的圆圈空隙 接着把两根绳子的头分别传向对面的圈 左面的绳子传向右面的圈 右面的绳子传向左面的圈 像这样,然后用力一拉 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结 很多朋友还以为这是一个死结 因为从外形来看 就是一个死结的样子 其实并不然 这个结它是一个活结 看一下打成这样之后 我们想要多大的裤腰 都可以随便的将它拉动 这样打出来的活结 非常的灵活 并且非常的实用又快速 想要收紧的时候一秒解决 想要松开的时候也是一秒解决 根本不用我们去解开 只需要拉一下两边的绳子 它就会自动打开了 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我们有时候稍微用力过猛 就会发现绳头很容易就从结里面出来了 如果在外面遇到这种情况 要来打一下结的话就非常的尴尬 对于小孩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个人独立完成 那么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里呀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把绳头处绕在食指的位置绕上两圈 接着很随意的打上一个死结 打好后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边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绕上两圈打一个死结 这样打出来的结非常的漂亮简单 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或者是咱们的小朋友都非常适合 打上死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我们怎么用力拉扯 都不会将绳头拉出绳结外 这样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刚才的那种尴尬情况发生 怎么样这个方法还不错吧 像这种打结的方式 不仅适用于我们有带子的运动库 还适用于咱们有带子的瑜伽库和台卷道库 或者是腰内部里面的这种绳子 既简单又方便 打一次结之后就可以一直使用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相信经过今天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运动库上面的这两根绳子的正确技法拉 以后再也不用为有绳子的这种裤子烦恼拉 尤其是小朋友 穿的都特别的宽松 裤子上面也会有这样的袋子 给它们打上结之后 它们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视频内容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如果你家也有这种带绳子的裤子 那么赶快试一下这种方式吧 咱们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